我昨天爆料了 地方派系跟郭台銘講說 建議你阻擋後再來談 好處是什麼 好 我第一件事 地方派系在談什麼 第一件事 郭台銘如果阻擋的話 郭台銘拿三席不分區 過不過分 不過分嘛 5% 5%就三席 他現在有16% 對不對 如果拿8%的話是4到5席 那好 假設我最最最少就是三席 三席對於地方派系來說 多大吸引力 周末隆想不想要 雲林張家想不想要 顏寬恨想不想要 這三席不分區對郭台銘來說 就是可以把台灣最大三個派系拉起來 那對於這些地方派系來說 我不用去拜託朱立倫了 朱立倫現在名單也不見得有我 這第一個不分區 第二件事情 郭台銘有組黨之後 譬如說謝利公現在想選基隆 對不對 民眾黨不讓他選 郭台銘可不可以說謝利公你過來我這邊 郭文哲怎麼搞國民黨 郭台銘就可以怎麼搞柯文哲 我們就 позвол於 來 我